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3月26号下午6点21分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69,197例 其中纽约州疫情最为严重 确诊病例超过3万 纽约州州长科默表示 目前纽约州的新冠肺炎测试量已占全美25% 但确诊病例高峰仍未到来 就我目前的城市观感来看 由于纽约每天目前的新增病例数量非常的惊人 州长也在上周就下了全州暂停的禁令 这两周来街上除了买食物等必要活动 市民基本上都待在家里 而在必要外出的人当中 可以看到戴口罩的比例也有了显著的一个提高 而纽约州长这几天主要忙着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呼吁大家择离在家降低传染速度 另一个是募集医疗物资 他预计纽约需要大约三万台呼吸机 目前只有一万一千台 同时部分纽约的医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挤兑 州长在敦促每个医院增加至少50%到100%的病床容量 一般来说在美国向医院真正物资的程序比较复杂 需要比较多层的认证 但是由于纽约目前许多医院物资严重告急 现在都已经开始私下接受社会捐赠 纽约州长认为至少还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纽约州的疫情才会达到顶峰 另外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消息 美国国防部24号证实 一名驻五角大楼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新冠病毒检测称阳性 这是五角大楼楼内首次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不仅如此 美国海军官员同一天证实 在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服役的人员中 有三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三名患者已游飞机送往一家国防部下手医院接受治疗 当地时间25号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向美国军方发出停止行动命令 要求所有驻海外美军停止一切旅行和行动计划 该命令将执行最多长达60天 以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军部队中传播 该措施是美国迄今为止涉及面最广的防范命令 但助阿富汗美军的缩边行动不受干扰 将继续维持人员撤回 眼下美国本土疫情日益严峻 但总统特朗普24号却称 希望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 也就是4月12号前重新开放 特朗普的观点遭到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的驳斥 白思豪还警告 综合大量预测 超过400万纽约人 也就是纽约市总人口的约50% 将会感染新冠病毒 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析 一边是总统特朗普呼吁大家回去工作 表示两周后的复活节之前就能够复工 德州一位副州长甚至表示 他愿意牺牲老年人的生命来挽救军迹 而另一边就是以纽约州长为代表 他表示所有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生命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其他问题都要往后放 美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难题还是检测 虽然总统特朗普一直尝试扩大检测范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前 美国就已经面临实际核短缺检测速度慢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感谢观看